相信政客一張嘴 寧可相信世界真有鬼 這是我到成都 被列為那個 橙色警戒的一個地方的 一個真實的一個情形 介紹給各位 自由行如何去規劃 這次規劃行程是從高雄出去的 我跟第一名助教大德士澳門航空 我們在澳門做轉機 回到成都 那看到照片這個是成都機場 非常非常大的一個成都機場 到了成都機場之後 我們就坐地鐵 直接進到市區 需要花一點時間 到露燭酒店之後 六桌休息 大概就已經快到晚上了 我們之後安排 找間比較知名的一個 吃到飽的自助餐 其實在中國大陸要吃自助餐 我是覺得比在台灣吃 划算非常的多 價格 其實菜色上有截然的不一樣 尤其價格特別的便宜 要吃到牛肉 特別是在牛肉 到內地的話 建議各位吃牛肉 剛剛有看到照片是 小龍蝦吃到吧 那隔天早上睡醒之後 我們就到人民公園 本來是安排要去相親的 人民公園最有名的是相親 當然我有對象 當然我有內人 第一女主角有我 所以說我們兩個就沒有在這個 登記牌上做登錄 那看到這個混紅色的部分是女士 看完之後呢 稍微逛一下 到這個人民公園 最有名的就是喝喝茶 泡泡茶 這個地方就是喝茶泡茶的地方 逛完之後人民公園 我們就跑到春溪路 去看這個在大樓裡面 這個小貓的屁屁屁 在春溪路這邊是最繁華的 有點類似台灣的信義區 整個都是人滿 非常多的人 都在逛街走走逛逛 這是白天的情形 逛了稍微累了之後呢 我們就跑到星巴克喝個咖啡做休息 星巴克的口感呢 這邊有一些東西啊 在台灣已經停賣 在這邊都還可以找到 晚上的時候 春溪路最有名的就是要拍 3D立體的一個大屏幕的投影 那我們基本上呢 逛完之後先到花牌坊 去花牌坊逛逛走走 在花牌坊這邊呢 為什麼說花牌坊呢 因為這個地鐵站出來 這邊有一個夜市 這個福晴夜市 這夜市的東西啊 跟台灣的夜市差不多 只是他們的東西有很多 在台灣並沒有買的 我們當時找一些比較特殊的東西 來做品嘗 這個夜市值得來逛 東西物價上都還好 都能接受的價格 隔天早上我們一大早呢 坐著那個網約車 就直接到熊貓基地 這個熊貓基地去逛 那這個熊貓基地人蠻多的 一大早 這個大概要花半天的時間 當然看完熊貓之後呢 阿周也要刷刷寶拍拍照 這個就是我在這邊留下的歉意 這是第一女主角幫我拍的 整個呢在那邊刷刷寶 最後呢就跟這個熊貓基地啊 稍微的告別之後 我們要離開熊貓基地 這時候已經快中午的時間 我們就安排去 城市涼粉這邊來用午餐 這是物超所值的一間餐飲館 建議各位有機會 直接坐網約車過來價格並不高 記得要從熊貓基地西門 搭網約車過來比較近 那這個最有名的就是他們的糖醋魚 糖醋魚完全不辣 那這個是它炒那個 那個藥花還有豬幹的 這個涼麵啊辣死了 建議各位如果不吃辣不要點 當然是要點一下輕腸味的土產 那這邊我們覺得它這個物價上並不高 我們兩個點了那麼多菜 才花了大概114塊人民幣 這二台幣真的是幾百塊錢 物超所值而且吃的非常的棒 那因為我電腦壞了 我們之後就跑去拿我電腦維修好了 就可以取 取完之後我們回到酒店休息 到晚上的時候就為了拍 在春系路3D立體的一個影片 這個投影影片 所以說我晚上又跑到春系路逛逛 走走看一下 拍完之後呢覺得還不錯 這個影片呢我在先前的影片曾經上傳過 希望大家可以去搜尋看看 那可以看到在晚上的時候跟白天晚上 在春系路這邊感覺完全的截然不同 發覺逛街的人比買東西的很多 大部分都是外地遊客 而且旅遊團也是一團一團的會做旅遊大巴 會到達春系路 這好像是在成都啊 晚上必逛的一個景點 希望大家有空啊 自由行的時候到 這個地鐵站一出來就是整個都是可以看到滿滿的人 隔天一大早呢我們就搭地鐵去重頭行 也就是所謂的寬巷子跟窄巷子 同時它那邊還有一個景巷子 但是景巷子沒有人 這是我們在寬巷子和窄巷子所拍的一些照片 提供給大家看一下 人非常非常的多 大部分都是外地的遊客 也來自世界各地的 同時在這邊也可以看到一些外國朋友啊 就像我們這種從外地來的這個寬巷子窄巷子 你到這邊絕對要留下很好的你的歉影 為什麼 因為幾乎每家店 每個店都是網美可以拍照的地方 這個寬巷子窄巷子 來到成都千萬千萬 不要錯過 我對這邊的印象非常的好 因為我覺得 能把過去的文物保留到現在 過去的建築物保留到現在 而且把整個街道弄得零零盡致啊 讓遊客逛起來很舒服 唯一的缺點就是這邊 那個廣播搖和聲還是會有 還有就是有人會邊走邊抽煙 那個空氣並不是很OK 不過比起西安啊 我覺得這邊的空氣 是有比西安的那個街道啊 好很多 那這是阿州啊 逛完之後跑到哪裡 當然就是要跑到有名的這個寺廟走走 這間寺廟是什麼 來到這邊一定要來的 文書院 文書院這裡呢 大陸這裡最有名的文書院 程度非常有名的 一定要來這邊走走看看 我覺得我來文書院最主要是 要來證實一件事 大陸有信仰 大陸是可以白白的 我只是想證實這件事 而且進出寺廟非常的方便 也沒有受到任何人的監控 也沒有受到任何人的監控 這個跟那些政客所說的 尤其那個三明治所說的啊 真的是完全不一樣 逛完之後我們到井裡去走走 井裡跟那個五猴石是在一起的 不過我對井裡的印象非常的好 因為這裡跟早上去的寬宅巷子那邊一樣 處處都是景點 處處都可以拍照 而且說實在的這邊啊 逛起來是非常的舒服 走起來也沒什麼壓力啦 就是看看古街 最後呢累得跟狗一樣 就飛到酒店 之後在酒店附近找了一個餐飲館 餐飲館就是他們當地的一個特色 吃飯的地方 也就是直接呢 一間小店在外面的人行道就直接擺桌 那跟第一女主角點了一些菜啊 看的滿桌 兩個人點這麼多 其實吃的也是滿開心的 因為每樣菜都好好吃啊 這種口感在台灣也吃不大 尤其那個酸菜魚啊 對酸菜魚的印象特別的深 那吃完之後當然就是隔天就準備移到重慶去 就是從成都要搭 高鐵 在高鐵站所拍的照片 好的 影片就介紹到這裡 這是我在成都之前的一個 跟各位做報告 好的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關注我的影片 訂閱我的影片 同時幫我按個讚 留個言 有你的支持 我才有動力繼續製作影片下去 感謝您 我們下次影片見 我們下次影片見 分享會支持 分享一下